主耶和阿说 这点后来的荣耀 并大过先前的荣耀 每一切荣耀归给神 感谢主 我年过半百 第一次踏上美国 这个土地 也是在美国的最后一天 我们晚上就要 要做费金回台湾了 神让我有这个机会 来到我们圣和西 归族教会 因为几年前 我们教会有参加 这么一个中美福音业的活动 我就很纳闷 我们把孩子送过去 只缴了三百块的费用 吃喝 衣服都不用钱 然后全场参加以后 三百块要退回来 我就跟我们牧师说 这个教会是什么 教会要了解一下 他把我们孩子送到 有危险的地方去 结果一了解就是 就是我们的教会 有那么的巧合 今年我第一次参加 这样的国际年会 能够变派到我们教会来 真的是神很奇妙的连结 不仅是我们在今天会的事中 刚刚牧师说过 这几年来今天会 也透过圣经的资源 在我们的福音业里面 我们的教会也已经跟我们 这个福音业已经连上线 服饰这么多年 今年我们在海线 彰化沿海的地方 我们已经有一部游览车要去参加 结果还坐不下 我们牧师说还有没有人 可以帮我开一部福音车上去 爸爸接回来我们去接 我还没有跟他说我可以服饰 因为我想说来美国 我回去不知道还能够 复合这个服饰 但是也透过今天早上 一位Angel姐妹跟我 接送到我们的教会来 我想我回去应该跟她说 8月8号那天结束那天 我应该去接我们的小朋友回来 然后也可以跟我们的教会 弟兄姐妹说的哈喽 欢迎她们到台湾来 感谢主的恩典让我可以 透过今天这样的一个主题 就是在列邦中诉说他的荣耀 来跟六位弟兄姐妹来做分享 这一段的经文是大卫 成为以色列王以后 他把被辱到外邦 然后停留在激烈耶林 甚久的这个约会 把他引回来到耶路撒冷 我们再看下一页 今天的经文说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 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在列邦中诉说他的荣耀 在万民中诉说他的歧视 因耶和华为大 当受极大的赞美 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 我们再看下一段 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 要充满遍地 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是的 大卫的一生 从小小的木桶 到成为以色列的国王 在这个一生的当中 他经历非常神的恩典 和保守 若不是神的恩典 神的保守带领 他一生坦坦 如今他能够完成 神给他的这个国王的一个身份 他也引回了在外邦的 很有异地的这些 这个约会 他引回来到耶路撒冷 是大卫为约会所预备的这个账目 我们再看下一章 我们看到 我们就从这个约会备鲁的历史 来了解 约会备鲁的过程 就是荣耀离开的以色列 因为以色列的约会 是代表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 就有神的荣耀在其中 当他完成了 把约会迎回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我们看到 这样一个翻顾的场景里面 大卫写了 我们今天所要 看的主要经文的 历代字十六章 二十三到二十五节的这样一个经文 来送赞神的荣耀 回顾这个 约会备鲁的过程 是以色列人跟菲利斯人的作战 在那次第一次的作战当中 以色列人打败了 被打败 然后死了四千多人 在这个战败的过程 他们的长老告诉他们 不如我们把约会 扛台到战场上去 因为以色列人出了一几个过程 一路有神的同战 有约会的同行 他们处处打胜仗 还记得有没有 在围绕耶路撒 耶利哥城的时候 也是约会在前面的行路 或约旦腾的时候 也是约会行在前面 他们有这样的信心 庞坦的约会要上战场 跟菲利斯人作战 但是这样的信心 确实不是神的心意 神不是要我们用一个虚假的信心 因为当时以色列人的状况是 不圣洁被逆神 包括 以利先知的两个孩子 何佛尼 菲尼哈 他们所做很多不合神心意的事情 他们以一个进行的外表 扛台着约会 要上战场去作战 但是这个作战的结果 就造成了 又被杀更多的人 三万的以色列人被杀 然后约会被抢 以利先知的这两个孩子 也死了 后来连听到 这个恶讯回报的 以利先知也跌倒死了 最惨的是 连一个将要生产的 这个菲尼哈的太太 将要生一个男宝宝 这个媳妇也死了 在死了之前 把那个将生的牺牲儿 取名叫以加古 神的荣耀 离开了以色列 这个新生尔的名字以加古说 是荣耀离开了以色列 神的约会被抢到外邦 好像是极大的一个羞辱 极大的一个失败 但是神自己在那里工作 因为贵被抢到亚师徒的当中 结果被摆到他们偶像的庙里面去 摆在那个偶像的庙里面 隔天早上 这些非诗人看到了这个情形 他们的偶像怎么倒在地上 把它服务好以后 又隔天 来到这个庙里面看到 这个神像又扑倒在地上 结果这一次所倒的状况 是头跟手跟身体来分离 哇 这些非诗人 非常的害怕这种状况 结果神的威容 不仅在这样的情况下 继续的彰显 菲利斯的全地 包括亚师徒 加特 宇格伦 他们轮流的遭受了 经文所记载的是生的痔瘡 痔瘡的疾病 结果神亲自的让菲利斯人 建立从神来的这样一个疾病 让他们建立以色列 耶和华 神 他自己的威容 所以我们知道 神被辱到外邦 好像是一个战利品 却是成为神亲自向这些外邦人 来见证他自己的能力 他自己的荣耀 那代表神在外邦 没有人 没有以色列人参与 来协助帮助 月贵做什么事 但于贵神的同在 亲自向这些菲利斯人 来见证他自己的荣耀 我们看下一章 后来这些菲利斯人 经历了这样的一个状况之后 他们求问他们的祭司跟战俘的 他们问我们要怎么办 我们要怎么得到平安 得到恢复健康 结果他们的祭司也懂得说 要送约会回去 不可空空的送回去 必要给他献赔罪的礼物 费利士人经历神的威容 懂得要献赔罪的礼物 就做了五个静置窗 五个金老鼠 也做了一台新的普鲁 是那普鲁的母牛的车 来将约会要送回去 很奇妙的 他们说如果这两头 载着约会的车 可以直指的回到博士脉 以色列的地 那么这个灾就是耶和华 加在我们身上的 果然证明 从来没有拉过牛车 也正在扑鲁的这两头牛 好像装了GPS一样 就直指的回到了 把约会平平安安的送回到以色列地 转转的停在鸡泪野里 神的荣耀不用我们人去增添他什么 神本来就有他自己的荣耀 他自己的能力不用我们去增添他什么 在菲利斯帝鲁之地 以色列的没有为他做什么事 但是神的约会就有那个能力 透过菲利斯人所经历的一切 然后把他平平安安的又送回到以色列地 所以当约会回来到以色列地之后 我们再看下一章 为什么这座的历史就停在 约会停在这里 经过了撒木耳先知的任命 也没有把他运回 他放置的地方 原来是从士罗搬出来 然后现在停留在激烈野林 经过了撒木耳先知的时期 经过扫罗王的时期 到最后到了大卫王的时候 我想和审新义的大卫 成就了约会回归到耶路撒冷的这样一个工作 但是大卫迎回约会回到耶路撒冷 也不是那么的顺利 因为一开始他也不懂得怎么来旁台搬迁 这个约会回到耶路撒冷 所以第一次就有了所谓的乌萨事件 约会原来就是用这些地位的来抗台 但是大卫他第一次的搬台 也是用了扭车 有用了撤木的方法 也没有自解他们的自己 所以在那次的 第一次的搬运的行动就失败了 但是他马上又兴起了那个热心 要完成这个约会回到耶路撒冷的工作 所以当他在三个月后就发起了赢回 约会的行动的时候 果然神让他顺利的完成 然后他唱歌跳舞赤声 在那边献上对神的赞美 然后他的妻子明甲 甚至是这样的来瞧不起他 但是他说神是佩德的这样的一个尊荣 所以当大卫愿意将神的荣耀 重新的引回到以色列的当中的时候 果然神看他事好 就完成了这个约会回归的一个任务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与神同在 这不是这样的一个生命 我们当我们的生命有神的同在的时候 才能够有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 所以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堂堂的读经 祷告 与神的连结 有神的生命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彰显的时候 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 就能够从我们当中 看见神的生命在我们当中 也渴望来认识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位神 所以大卫说 从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穷昌传扬他的手段 因为大卫的一生 经历很多神情有的代理 他也从神所送造的诸天 来看见 这些天地 神所送造的万物 都在显明神自己的荣耀 是不是我们也能够有这样的认识 愿意从神所造的万物当中 神的神性和永能 都从这个当中来对我们启示 我们愿意用一个感恩的心 用一个赞美的心 来颂养我们的神 来颂养我们的神 下一章 要他们来并口 但是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 若是他们并口不说 这些石头必要不叫起来 当我们的头并口不说的时候 正中了这些二者的诡计 我们为什么要并口不说 我们要大大的开口述说神的荣耀 所以这段的经文写着 耶稣的门徒大声赞美上帝 说奉主明来的王 是应当称颂的 在天上有平安 在至高之处有荣光 耶稣的门徒很高兴的 在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 用这样大声的欢乐赞美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也要大大的开口来颂赞 不要真的让那些石头来取代我们 我们开口 我们要来颂养我们的神 我们再看下一章 也得后书二章九节说 唯有你们是被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度奇妙整光 这段经文我特别把宣扬这两个字 标红色 宣扬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要大大的开口 我们不要闭口不说 所以从今天 历代之上十六章这段的经文说 全帝要向耶和华歌唱 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在列表中述说他的荣耀 在冠冕中述说他的奇事 标红色的这些字的一些重点就是 歌唱传扬跟述说 歌唱传扬述说 他的目的是为了要让人能够听见 我们不要静默不出发出声音 要歌唱要传扬要述说 为了要使人听见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这么说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所以我们要传扬要让人可听见 听见的话的主题就是神的话语 是基督的话 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平常 谈话的焦点是在哪里 我们只关心政治经济八卦 或者是其他的主题 有没有在我们的谈话当中 拉回到我们的主题 我们今天有个本分 就是诉说神的荣耀 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我们有做业务经验的 在一些拍场摆的一些寒暄之后 总要拉回到我们的主题 所以我们的主题 诉说神的荣耀 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奇妙的作为 以我个人 神在我身上的作为是 我是第三代的基督徒 但是我在三十岁左右开始工作 我是很逃避的 我是很胆怯的 总说周间上班工作很忙 假日就好好的休息 最好在教会 如果我来参与做礼拜 不用太多的服饰太忙 让自己好好休息 但是神 祂知道祂要怎么来使用我 就从那个时候来呼召我 装备我 我们的牧者要从我们的教会 我们是来彰化 然后要回到北部 在我们这个牧师手中 才建立不久的主对学 因为有一阵子 真是没有学生 牧师要把他召集起来 将近有十个的学生 牧师要离开以后 之前就问我 是不是我来承接主对学的工作 或者把它结束 这个问题 问到我的时候 我就有点挣扎 真的要放弃 完全舒适的生活 在乡下要带主对学学生 不是他们自己来学 来教会上主对学 拍个交通车 一户一家 一个村庄 一个村座去站 在他们讲教会来上主对学 其实那时候 我有一个状况就是 我在人的面前讲话 会害怕 但是神知道如何 命后祂怎么使用我 那就让我有主对学 上课的一个经验 也透过上主对学 我就要装备自己 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慢慢的 对这些小朋友讲话 就不会害怕 圣经的一些了解 更充实更多 就照着神的计划 这样的来扩展我主事的境界 也因着神对我的宽容 对我的一个命定 让我可以参与神的工作 当然我自己也想 有这么的认为 因为我是 笨袍着舍 但是神愿意用我 这就是艳艳的神 自己所说的话 因为 他是拣选 软卧的 他是拣选 卑微的 是拣选余左的 原来 当我们 是这种身份 神拣选我们 成就神的工作 才是彰显神的荣耀 所以今天会的服事 就是在列邦中述说 神的荣耀的一个服事 因为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 是要显明这末大的荣耀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 我想 如果是凭着我 我一定不能做什么事 但是我们凭着在瓦器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荣耀 但是有神的宝贝 就是神的话语 圣经 今天会就是透过神的宝贝 这个神宝贝的话语 透过我们神的荣耀 来写出神末大的能力 所以今天会的服事 就透过我们一些特定的一个场合 在于 这个是医院 在旅馆 在旅馆里面赠送圣经 旅馆在下一页 旅馆在学校 我们的范大林长老 也之前跟我们基建会配合过 我记得他说过一句话 他最喜欢的服事 就是跟基建会的搭配 他说也担任我们的讲员 在学校的演讲 透过我们的讲员 从神所领受一个正确的生命 生命价值 正确的人生观 演讲当中 跟学生分享 然后会后 让他们每个人拿到一本圣经 下一页 也在军警里面来赠送圣经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军警 他们的压力是非常的大 他们的压力是非常的大 所以造成有很多的军警自杀 或者他们家庭过去的状况 所以我们也对军警来赠送圣经 在下一页 这个也在医院 因为生病的人 特别是在灵性上软弱的时候 刚有神话语 他们的力量 他们的帮助 特别能够带领他们信主 看下一页 在监狱 在监狱里面赠送圣经 当犯罪的人 在监狱安静的时间 他特别容易 在那边来思考 透过神的话语 能够帮助他 这边我就先讲一个 我们教会的见证 我们教会有位弟兄 他在信主之前 也是非常的 犯了很多的罪行 很多的案 很多的刑情都在抵折他 他在为信主之前 在监狱里面被关的时候 在监狱中很多犯错 那就换到监狱里面中的监狱 这个禁闭室 在禁闭室里面 只有一个小小的窗在上面 他说在禁闭室里面 他有两个学生 有一本圣经 然后另外有一条佛珠 他说他那时候也不晓得 怎么的 就特别对这本圣经 非常的有吸引 就一直来阅读他 他说他读不懂 很多圣经的意思他读不懂 但是他那时候能够开口祷告 透过圣经的话语 他祷告 他说 如果他在什么时候可以 醒出来 他要到教会来受洗 结果神成就了他的祷告 他在他这一个行情里面 结果就提早过的假释出来 他说找到我们教会 受洗以后 受洗完了隔天 另外一个刑期 又检查又来找他 又把他带回去监狱 非常奇妙 真的神成就他的话 成就他的祷告 然后回到 他又再回去那个 刑期的当中 他表现得非常好 因为他现在是基督徒的身份 他甚至能够用基督徒的身份 成为一个监狱 一个监狱他们叫工厂 就成为工厂的一个代表 来代表这个受洗人跟运法 一个类似一个 连长板长的代表 感谢主这位弟兄 信主 生命改变以后 在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同工 很好的同工感谢主 所以 当一个生命被改变的人 原来连他们的家人都看为是 已经这辈子完蛋了 不可能有什么样的改变 但是神的话 代表我来改变这位弟兄 再看下一张 这张图片是 我们现在的理事长 Tomas弟兄 看下一页 Tomas弟兄是英国的一位医师 他外科医师 他是心脏方面的专科 他有一次受邀到中国大陆的一个丹东室 来做学术的演讲 他在演讲的当中 他没有隐藏他基督徒的身份 所以在听完这个演讲之后 会后就有一位 有一个人的弟子挑给他 说希望在晚上能够到他的旅馆房间来拜访他 结果到了那个晚上 果然这位弟子挑的中国的朋友来找他 打开房门之后 这位法客慌慌张张的 就把水龙头 把电视 房间可以发出声音的东西 都把它发出声音来 然后就开始 向Tomas弟兄来询问有关信仰的问题 因为这位法客 他在他的校园里面找到 他看到前面的一个人 怎么把这本圣经 就是我手上的这本圣经 丢在垃圾桶 他不晓得那是什么东西 他过去把它捡回来 他带回去看了 看了以后 他觉得生命之道就在这个里面 他想要更进一步的来认识 这是圣经中所记载的这位神 但是他没有机会 所以在演讲的当中听到 Tomas弟兄是基督徒的时候 他坐在那晚上来找他 他听完了以后 非常的觉得 这是他的选择 神找到了他 通过一个被丢的 被丢掉的一个圣经 他找到认识这个神的机会 所以在第二天 这位访客又带着他的妻子 他的小孩 三个人又来到了这位 Tomas弟兄的房间 Tomas弟兄就在 这个房间里面的浴室 为他们一家三口来施行 所以这个见证的故事 就连一本被丢弃的圣经 也能够带领一家人信主 看一下一张 在学校的演讲 在台湾每年将近有五百场的演讲 透过不同的讲员 不同的一个主题 在情绪 或者是在一些男女 在一些法律 各方面的主题 由我们的讲员 传递正确的信息 让这些听讲的年轻学子 可以有正确的价值观 因为这个世代真的很多 偏差的价值观 会影响我们的下一张 我们再看下一张 这是在军队里面 再来下一张 这是在旅馆的证经所接到的 很多大陆的违函 这几年既定会的工作 特别在台湾 旅馆的证经有很大量的成长 原来台湾每年旅馆的证经 大概两万本左右 但是到了目前为止 大概七万本上下 为什么有将近这五万本呢 一个成长 经过分析之后 原来台湾被大陆开放观光 大量的观光客来到台湾 住宿了饭店 大陆的观光客 看到我们所版上的圣经 是繁体中文跟英文 互相对照的版本 他们看了都非常喜欢 看了喜欢我们的圣经 今天会的工作就很特别 是最喜欢他的东西被偷的一个大陆 当我们的圣经放在旅馆 我们跟旅馆接洽的时候 就跟他们说 我们圣经放在这里 如果有被拿走 没关系 你再跟我们讲 我们都免费的来补充 甚至有的旅馆的负责人 他们说 常常被拿都干脆不要摆 我们就收在我们柜台 他们想要再来跟我们借就好 我们就说 没关系 一样的 你每个房间还是跟他摆上 我们不怕人家偷 不怕人家带回去 因为神的话语 要成为这些人的帮助 所以这几年来 我们被大陆的观光客带回去 大陆的将近有五万本 而且这五万本 如果我们是用正式的方式 要带进去大陆 是几乎不可能的 但是这叫化枕 什么 违林 慢着他好 有点讲最喜欢用这个 化枕违林的 有这些观光客 把他们一本一本的带回去大陆 而且我们是免费的 感谢主 他用他的方式 来将大陆福音的门来打开 因为我们这次 我今年会当中也才听到 原来大陆被圣听的管制 还是非常的严格 他们的圣经 没有那个发行的ISDN 那个条码 因为这个圣经 是不可以公开在市面上贩售的 只可以在教会内部 所以当神奇妙的 开了这个传福音的门 让大量的观光客来到台湾 从台湾的旅馆 一本一本的 把圣经带回去大陆的时候 常常收到这样的一个回函 就是他们读到了这个圣经 非常的感动 可不可以再给他们几本 感谢主 为我们开了这样传福音的门 让我们在旅馆的正经 有非常大的一个成长 大家看到下一张 台湾也是成为国际祭奠会 这个自给自主会员国的一员 因为早年我们台湾的经济 可能没有办法完全负担 自己印制圣经的费用 但是从2001年 我们台湾自己印制圣经的费用够了 但是够了以后 也要对国际来伸出我们的帮助 所以我们从2001年开始 到目前为止 我们将近每年 有34%的一个奉献的比例 来提拨 为国际 印制各种不同的语言和圣经 来做奉献 所以今天 弟兄姐妹 你们的奉献 甚至教会基建会的整理奉献 我们都会有一定的比例 来为国际印制各种不同的圣经 来做奉献 这是台湾目前在 国际基建会里面所参与的一个部分 就是印制圣经 我们台湾所说到的奉献 就是无论国际来印制圣经 来讲一下 也参与国际 获大政经的事工 因为我们每一年 有很多梯次 到不同的国家 去做大量的政经 在学校 在医院 在旅馆 来做这种圣经 是台湾都派出代表 来参与这些国际的事工 来讲一下 这位是在印度的一位姐妹 印度的信仰 是传统的一个印度教的信仰 我想 他们所受到的 这些 由他们印度教所带来的捆绑 他们多一位神 没有什么差别 这位姐妹 她因为拿到了一本基点会的圣经 后来她发现 原来耶稣 不只是另外的一个神 她发现 她是唯一可以信靠能救的那一位 所以这位姐妹 她就从此 跟随了耶稣 把自己献上 在国际联会当中 我才听到 这位姐妹目前 在美国读木底神学院 准备将来学成以后 要回到印度 来继续来做神的工作 感谢主 我们再看到下一页 这是在德国的地方 一位音乐家 我们看到下一页这个图片 这位华德玛弟兄 他是在跑跑游轮上的一个钢琴演奏家 他过着很 很享受的生活 但是就在一个 一个空难的当中 他幸运的考过 但是 他想 他能够从这个空难当中 来逃过这个 这样死亡的一个呼召 所以他 很认真在找他的一号 之前他还没信主 后来 他 从他的书桌上 发现了一本圣经 是不晓得多久之前 他从今天会手中拿到的 他在那边阅读 结果他悔改了 他知道 他赚到了全世界 赚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 所以这位弟兄 他现在是成为一位音乐的步道家 你再看到下一页 可能这个卢安达 这个国家 我们不太有影响 但是看下一张图片 我们就知道 就是这个图片的国家 这张图片 是一位记者所拍到的 在这个极其天穷的国家里面 我们看到我们今天会的工作 坐在那边下一页 当我们的会员 送给这些小朋友的美人 一本圣经的时候 他们问我们 为什么要送给他们 我们的会员跟他说 为了要确定 哪天我们在天堂里面 可以跟你握握手 弟兄姐妹刚刚我提到 我们的圣经奉献 有一部分的经费 会成为 国际不同版本 有的圣经的印制 所以 我们说 哪天我们一起到天堂的时候 会有 非洲的小朋友走过来 跟你握握手 跟你说谢谢 说 你的奉献 我在非洲 有拿到哪一本圣经 我信主了 感谢主 我们再看下一张 再来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非洲第一高峰 吉利马扎罗山 山下的坦善米亚 这个国家 我们看到下一页 我们在这个 非洲最高峰的地方 我们送圣经到那个地方 是一个基督教 跟回教混居的一个社区 我们在赠送圣经的时候 那个学校的校长 特别要求说 就送给基督徒的学生就好 不要送给回教徒的学生 因为怕有麻烦 所以当校长这么讲的时候 基督徒的学生 很踊跃的排队来拿 当这些学生 拿到今天会的圣经的时候 这些学生很主动很热情的 就去跟回教徒的学生 和同学来分享 结果 我们就看到 在下一页 哇 包着头巾是什么意思 就是回教徒的学生 他们也主动的来排队 来拿圣经 感谢主 我们再看到下一张 在下一张 在英火的地方 这一位姐妹 她也 因为这本圣经 还认识了主 可以看到下一页 好 这是在美国 美国这位姐妹 她是天使树的工作 是做在监狱的工作 她本身也是在十六七岁 很极端叛逆的时候 说是美国十大通缉要办其中之一 她也是很快 她在监狱的当中 也读到了圣经 她知道 她在一个不好的环境里面成长 所以她感激了很多的伤害 所以神透过她的话 将她的食心转化为肉心 所以她在那里面生命有改变 她知道在监狱里面 特别要去关心那些受刑人 所以当她出来以后 她就推动一些监狱受刑人的 一个关怀行动 就是生命树的行动 我们的教会 也参与在这个生命树 关怀受刑人的一个行动当中 在台湾有这么一个弟兄 他是在台中的经理大学卢书 他拿到了这一本圣经 我们看他讲说 他说 谢谢基点会送我一份 送给我一份 救我一命 因为我们没有把 基点会的圣经 放在仓库里 因为我们有去行动 有去送给他生意 而且这本圣经 他回想说 是那位 发送圣经的人 硬塞塞给他的 他拿到以后 他回去 因为这个弟兄见识是 他有忧郁 有失眠的一个状况 他常常睡不好 所以当他拿到这一本 今天会的圣经的时候 他回到他的宿舍 当年晚上 他拿起来读 他就很奇怪 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隔天的天亮 他不晓得当天他是怎么睡着 所以从此以后 这位弟兄 很认真的来读 圣经 也认识主 他传福音 比我们更有热情 因为他经历神的这样的一个恩典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 当我们的教会 没有接纳经历会来做这样的事工分享的时候 我想我们已经参与有份在全世界两百个国家 这样一个宣教的工作 我相信我们不会以此为满足 我们能够更加进一步来思想 我们可以怎么来参与 怎么有份这样的一个工作 我们看下一段 所以我们要如何参与 邀请弟兄姐妹 在祷告的当中 一起来做事 因为这是一个属于的征战 我们要求神 对我们开传道的门 因为很多恶者的阻挡攻击 都在阻挡工作 但是我们的武器就是祷告 邀请弟兄姐妹 用祷告一起来参与这样一个主事 再看第二章 鼓励弟兄姐妹 参与这样的奉献 因为像圣经的音质 目前大概这个版本的圣经 一本大概一块半 这种圣经大概一本大概一块一斤左右 所以用奉献来支持 更多的圣经印制 因为我们知道 神的恩典是摆一摆给我们的 我们可以摆一摆领受 再跟人来分享 但是圣经的印制 从印刷场拿出来 是要付费用的 所以我们有更多的奉献 可以参与更多的印制圣经的数量 这边我就讲一个 我在台湾到教会见证所 遇到奉献的一个见证 那去那个教会见证之前 牧师已经先告诉我 他们只有十来个人聚会 而且一半是小朋友 意思是说当天他们会 募不到多少钱 说没关系 我就去分享事工就好 能够有多少奉献 而是神能带领神的祝福 结果那天信息讲完了 他们的奉献收完了 真的是只有两包的奉献 一包打开是台并五百块 感谢主 另外一包 是今天会的奉献带给 又一个洞着红包带 后来就找到了那位姐妹 原来那位姐妹 就将要结婚 所以她那天来教会 在过礼拜之前 她先回到她的阿嬷的家 去看阿嬷 阿嬷就给她一个红包 要给这位孙女 要结婚的一个红包 所以那位姐妹 带着那个红包来 参与那个礼拜以后 奉献的时候 她就把阿嬷给她的红包 一整包就装到了一个 今天会的奉献带 就奉献出来 这是很奇妙的一个奉献 那个红包 足足有两万块台并 她没有从那个红包里面 抽起来为自己 然后剩下一个奉献 她把阿嬷给她 婚姻祝福的一个红包 完全陷在神的国度里面 后来才知道 这位姐妹在信主之前 她是在一贯道的信仰里面 所以她信主之后 她知道基天会 可以透过基天会所印制的圣经 去赠送人 引人来认识神 这样的工作 比她自己把阿嬷的红包 留着自己用 去做蜜月的使用 或者是以后的使用 更有价值 所以这位姐妹的奉献 成为我在基天会 不是很好一个激励 你借此来回忆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 有神来的感动 我参与在基天会的祷告 在奉献里面 都能够有我们的一份 我们看下一张 邀请弟兄姐妹 能够成为基天会的议员 这一次我们台湾代表团 来到美国 前一站在洛杉矶 然后这一站来到圣和西 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 我们有个印象 要推动在华人的教会 在美国的华人教会 不过有基天会的一个智慧 要是有这样的一个智慧 在美国地区来运作的时候 我想我们 华人福音的传开 基天会的推展 会更有效率 所以我们圣和西这边的一个聚 这个基天会事工的招聚 他可能会在10月份 我们总会执行长还会再过来 所以到时候 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 能够主动或者是牧师 有推荐 能够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基天会的服事 一起在神的国度里面 一起来通光 我们看下一张 现在就可以成为一个不知心带子的宣教 也不是在世界的各处 述说神的荣耀 我们看下一张 结论来说 我们是神的仆人 我们愿意往普天下去 述说神的荣耀 不管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或是我们从别人的身上所听到的见证 是神透过圣经所记载他的词案 都是我们要放胆来传说神的荣耀 愿神的荣耀亲自在我们身上彰显 也愿我们身上所彰显出美好的见证 来荣耀神归荣耀神 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荡告 亲爱的父神 感谢你 感谢你 让我们 在 你的话语里面 看见 我们要大大的开口 要述说神的荣耀 因为神的心意 是要万能得救 不愿一人成为 让我们有这样的领受 我们要开口 述说神 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神 你自己 透过 我们的主生爱子 我们的主耶稣 为我们所带来的救恩 让我们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都大大的勇敢 壮胆 来诉说神 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 归给你 对你亲自带领 祝你的教会 让牧师长子 弟兄姐妹 同心合意 来彰显 一个爱的团气 当中 你也将这个爱 分送出去 带领人 来认识神 也保守他们 所采派福音队 到台湾 他们所做的工作 这个是 我们看见神的国度 是非常的宽广 是常或高升 让我们能够得到 从国度来的资源 相信我们都连结在议题 是在组里面 连结互相为肢体 我们这样的连结 是要更荣耀 感谢主你的带领 和我们今天所分享的 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看见神的荣耀 愿意用荣耀 能报神 我们同心祷告 到时候 撞主耶稣就在这里面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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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